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国学网 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 选择不同的战法 是孙子以贯资的军事观点 他在九地篇再次重申了这个问题 他说 九地之变 屈身之利 人情之利 不可不查业 我从字面解释一下 这里的九地指的是九种不同的 战略第一 屈身之随着实事 退缩以进取 而并不是懦弱和胆怯 情指的是心理 理呢 规定 查研究 讨讨论 琢磨 这就查 孙子兵法第一段不可不查 是一样的 用现代汉语表示 是掌握各种地形地理 应当采取的不同的战术变化 特别是九种战略第一 不同的运变处置的措施 进退转移 攻防的利弊得失 能取能伸的利用各种地形 掌握全军上下各种思想情绪的规律 特别是在各种情况下 多种人员的心理活动 等等这些 都是将帅 不能不认真研究 认真考虑的问题 讲个战略 我们加深一下九地之变 屈身之力的理解 这发生在三国了 公元214年 长江沿岸地区雨水充沛 非常有力 东吴军队战船禁一处 将军李蒙 就向孙权提了个建议 而主公啊 当时孙权没有称帝的 主公进来 曹操让卢江太守珠光 在江北的碗城 碗城在哪啊 在安徽前山县 碗随小镇上 在碗城 吞田重岛 而这地方 肥沃高产 吞兵必然大增 数年以后 就会形成对我军的危险 引进 早除之 孙权呢 一听吕蒙说的有道理 就采纳了吕蒙的建议 于是 公元214年任五月 吴军就乘船从长江 进入了碗水 后来考虑到 碗城是曹魏 靠近吴国边境的小镇 属于军事上的亲地 不可久留 所以大多数人 就建议孙权 在城外堆土山 准备工程器械 待一切准备停档之后 攻打 完成 但是吕蒙 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吕蒙说呀 如果 落堆土山 造工具 就攻打城市的器械 必旷雨持久 如果这样呢 完成 势必有时间 巩固城防 等待援军 那援军一到 我们就难以攻取了 何况 我们是种雨季 从水路到达 滨地的 若滞留的 旱季干涸期了 不仅回时 道路艰难 将士们 也恐生 懈怠之心 哪 那个时候 就不好办了 他说我呀 为主公担心 目前的晚城 城防 必不坚固 以我三军之气 四面同时攻城 定能一鼓作气 如果能 及时的 在雨季结束之前 结束作战 班师回朝 避免在 敌国边境 做长久的 逗留 这样才是 全胜之错呀 一席话说的 这个孙权 点头称赞 您这是告诉我 意在输绝呀 对呀 于是 吕蒙 让新宁太守 甘宁 为先锋 攻打 完成 甘宁也是 三国时代 一位汉将 身先士卒 搬成而上 吕蒙 雷鼓 督战 士兵们 是斗志昂扬 纷纷攀登成墙 半天 的时间 就拿下了 满城 生擒 卢州 太守 朱光 吕蒙 如此作战 为善用兵者 他善 就善在 他能够根据 具体的条件 水文 地形 士气 等等因素 来 决定 选择 他的战场 那么对东武来讲 有利条件 对方是个边城 远离曹操大本营 孤军作战 通过时间 来获取援军的 到来改变 当前力量对比的关系 那么对东武的不利的呢 十方雨季 道路淋漓 几方后勤不及 受天气影响 比较困难 一旦 战事持久 对我方将士是大为不利 军心换山啊 就这么一个晚成之战 双方都需要时间 对首方朱光来讲 意在持久 时间越多越好 对工方 吕蒙来讲 时间越快越好 意在速决 那么最后呢 吕蒙就根据具体的条件 营造了一个 有利的战场态势 取得了这次坐在的声音 这告诉我们什么 善用兵者首先善于选择地战场 有利的地形地理 要配合正确的战略战术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同样的地形 不同的将帅 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结局啊 所以具体而言 因地制宜的原则 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的 地形地理 采取各种不同的战术战法 那么作为统帅 叫不惜一切代价 抢先争利 不争必败 兵家必弃之力 放弃丢掉 叫退避三舍 不弃则亡 孙子在九地边 就论连出了九种不同的战略地域 的佣兵原则 对每一个队形都给细致的解释 分析 这是兵家在作战时 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不可不察言 同样啊 做生意也是这样的 生意无论大小 也要考虑地理环境的选择 选择得好 肯定有好的经营效果 所以管子不强 不敌力则 时库不赢 新加坡 东南亚最小的国家 不仅资源匮乏 甚至淡水 也要依靠民国的马来西亚供应 新加坡独立之后 推行了公民化政策 经济发展持续 很快啊 人均就到六千美元了 在亚洲当时仅次于日本 小龙嘛 亚洲纪小龙十一嘛 其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 成就的重要原因 就是充分发挥了国土 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势 新加坡有什么地理位置优势啊 有啊 东南啊 地区的中心 恶守太平洋印度洋 航行的要道 马六甲 马六甲海峡 是亚洲 澳洲 欧洲 非洲 四大洲空中 海上 海上交通的树林物 你说重要不重要 就根据这个 新加坡大力发展 转口贸易 建立高效能的国际运输设施 和自由贸易港 东南亚生产生 东南亚生产什么 香蕉 中大轮胎的香蕉啊 西矿 等等原材料汇集到新加坡 然后运往欧美 我就挣这么个钱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转口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的 支柱了 举足轻足 后来呢 又发展旅游业 新加坡有什么旅游业 没错 新加坡无名山大川 没有名声古迹 但依然发展旅游业 因为它巧用地形 整修庙宇 增开风景区 公园建设休假的圣地 国际会议中心 等等等等 从而游客每年是逐渐增加 前来新加坡旅游的 就那么个地方 每年三百万 显然呢 是新加坡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 所以从这个来看 从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 引力之一 在经济发展中 何懂得重要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